你有没有发现要改变掉自己的一些坏习惯并不能轻易的改变 你有没有发现到在你生活小细节里面 你明明是想这样做的结果你偏偏那样做了 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做好自我对话 一个最好的成功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要学会如何跟自己谈判 如何跟自己沟通 不需要去问别人的意见 首先先搞好心理的自己 What you want 你需要些什么你能做出多少的妥协 一步一脚印的往前走 听我这一句话 不求突飞猛进但求循序渐进 一步一脚印的慢慢观察自己让自己越来越好起来 改变是很困难的 可是一天一把鞋慢慢慢慢让自己走 不要想着一天我要跑完整个 路 而是想着你要怎样一点一点让自己越跑越多 我们一起加油 我是Alan 正能量哦 哼哼 你 我根本就把她切到一步 我根本就因为你永远 抱住发过了什么来说